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冬天最养生的六件小事 灵书天年中皇帝问大一齐伯 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够寿终而死 齐伯回答 伯脉少血 其肉不食 树种风寒 故中风寒 中寿而尽也 冬日寒风凛冽 养生的忠心自然放在了必寒二字之沙 古人倡导养生要天人合一 与自然相应 与万物共沉浮 正所谓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冬天养生的关键就在于藏 那今天啊 为大家整理了冬天最养生的六件小事 希望在寒冷的季节让你依旧能够强健体魄滋养心灵 一 晒太阳 自古以来文人默克对冬日晒太阳尤为钟爱 南宋词人周密将家中的小阁起名为现日阁 并且四周湖上白油圈勿使日照静日 有人调依旧 有人调侃道 莫非这就是天下第一棉袄 周密自签道 这并不是自己的发明 并且引经据典的说明来由 曾经侍奉过苏东坡的名士何思菊 在黄棉袄子歌中说 这便有了冬日太阳被盛赞为天下第一棉袄的典故 就连师圣杜甫也在亲身沐浴冬日后盛赞 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 自己全身舒畅 肌肤润泽 依赖着冬日的阳光 身上的衰气更是得到了驱散 俗话说 冬日晒太阳 胜似人参汤 冬季万物必藏 而冬日的阳光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然良药 每天让自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不仅是生活的享受 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南宋诗人陆游又年多病 却活到了86岁的高龄 作为我国最长寿的诗人 他的养生秘诀纷纷被后人效仿 陆游主张 饮食为了解养生之药 他在留下的9300余篇诗歌作品中 以食物为主题的就有400余首 具体提到饮食内容的更是高达千余首 陆游曾作诗 周时其中写道 诗人各个学常年 不悟常年在目前 我得九秋平一法 只将十周至神仙 人人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 殊不知最简单的方式就在身边 简单的一首诗 不仅体现了他清淡饮食的健康习惯 更是表达出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俗话说 冬天进补春天打虎 严寒之际 人体的代谢缓慢 且食欲渐增 是最适合调养身体 进补养生的时机 有规律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不仅是为了冬天的养精蓄锐 更是为了春暖花开始的厚积勃发 三 适当运动 清代诗人圆木被誉为 一代文心兼寿心 能够享年八十二岁的高龄 离不开他对养生之道的研究和理解 圆美的一生 可谓是运动和劳作的一生 他从小独爱游山满水 往往沉浸在山水美景之中 构思自己的文学创作 正是因为他好游 好花竹全时的独特爱好 才造就活跃文坛四十多年 留下著作几千余篇的文学大家 就算人到中年 仕途不顺 决定辞官回家时 他依然坚持逍遥自在 圆美每天坚持早起 在林中散步 打拳 舞剑 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 待到天色退去 又会登楼观星空 赏明月 或者游走于西边 缓解自己的疲劳 坚持适度的运动 让他一直保持着活力 直到八十岁时 他仍然徒步登山 学者蒋魁也曾为之感叹 为他写下八十精神圣少年 登山足见踏云烟的授词 以诵之 俗话说 冬季动一动 少生一场病 冬季懒一懒 多喝药一碗 动啊 不仅局限于运动 也可以是劳动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 即便足不出户 也能达到适度运动的目的 只有让身体每一个部位 保持运动 才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 维持健康的状态 冬季养生贵在追求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古人认为 保持充足的睡眠 就有利于阳气的潜藏 让人处于阴平阳密 精神乃至的健康状态 很多人认为 忙于一天的工作 只有熬夜的时候 才把自己还给自己 殊不知 长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 正在让我们处于 亚健康的健康状态 即使年纪轻轻 身体仍然在走下坡路 在中国睡眠报告2023中 对于当今大学生的睡眠情况 进行了相关调查和研究 报告显示 熬夜已经成为了 大学生的常态 其中57.96%的大学生 经常熬夜 38.97%的大学生 偶尔熬夜 不会熬夜的 只有3.07% 其中89.79%的大学生 已经意识到 睡眠问题会导致健康风险 熬夜已经成为 当今年轻人的代名词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开始饱受 健康问题的困扰 古人有言 不觅先方 觅睡方 在万物皆藏的季节 充足的睡眠 正是储备能量 和消除疲劳的最好方式 睡眠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只有养精蓄锐 才可去病延年 5.清心寡欲 一个人的精气神 往往是判断 他健康程度最好的标准 精气充足的人 无关年龄的大小 四肢强劲 且满面春风 精气亏损的人 则很容易被疾病缠身 总是会给人一副 气虚的感觉 而截至自己的欲望 避免过度放纵 是宁神俱气的关键所在 宋朝的包红斋 88岁时 仍在书密院任职 每一天都表现得体健神旺 其好友认为 他必有特别的摄养之术 于是便好奇地向他询问 包红斋回答道 我的确有一个药丸偏方 但是只有自己服用 绝不外传 他的好友再三请求 希望包老能够和大家分享 于是包老回答说 阁下真愿意服用此丸 我是吃了50年的毒睡丸子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养生养的不仅是身 更是心 在寻求健康体魄的同时 也不要忽略了 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也尤为重要 保持精神内敛 心态平和 避免过度的欲望 也正是冬季养生的 关键所在 唯有清新寡欲的生活方式 才能够更好的 追求清静自然的生活状态 六 注重保暖 有句话说得好啊 旧寒莫如 重求 人之所以感到寒冷 是因为身上的阳气外泻 寒气逼近所致的 注重保暖 适当的添加衣物 就是冬季养生最好的方式 中医养生中提倡 冬保三暖的养生习惯 以此来预防寒气入侵 保护身体健康 低暖是指头颈保暖 中医认为 头部是人体猪阳之会 是全身阳气最为集中的地方 若头部受寒 则会出现感冒 咳嗽 肠胃不适等症状 其次是背部保暖 背部不仅聚集了 多个关键穴位 更是被认为 总督一身的阳气 注重背部的保暖 才能提高自身免疫力 更好地抵御疾病风险 最后是足部保暖 俗话说寒从脚底生 足部就好比是一个人的根基 从肥沃的土地上 不断吸收着能量 地动三尺 若忽略了对脚部的保暖 则是很容易使寒气和病毒入侵 引起身体的不适 即使添加衣服 照顾好自己 才是养生的第一步 正所谓鸟因迁徙而雨风 受势折服而体壮 冬天是万物修养生息的季节 也正是我们身体 储存能量的最好时机 冬季养生 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 万物皆藏 让我们也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自己身上 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才能度过风寒 迎来春暖花开 这个冬天让我们一起 享受冬日的馈赠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 亲爱的你 我们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见